谢谢 各位基督姐妹们平安 我要谢谢各位 在过去几个月 为我们祷告 特别是为了我的妻子 我所爱的妻子谢秋祷告 今天她终于能够走出来 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感谢她 感谢各位 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想 我要向各位说 我领受的很多 也许是一个 从来没有经历的事情 几十年来 四十年五十年 谢秋从来不去找余生 不去做身体检查 因为我们身体很好 从来没有生过病 我们不知道说 生病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 那些就小病了 感冒了真的没有关系的 但是真的生病 爬不起来 躺在床上的那种滋味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他没有经历过 我也没有什么经历过 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 说究竟照顾个病人 爬不起来是什么意思 躺不下去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说躺下去很容易 往背后一躺就躺了 但是痛的人真的躺不下去 所以我就想到 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学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诗篇一百一四九评 说的没有错 受苦与我有益 受苦与我有益 有什么益处呢 我就想到这几个月 我们的孩子 一个在东岸 一个在西安 当然不是说就在邻居 在东岸的开车 也要三个钟头 在西安的坐飞机六个钟头 但是他们每个月都回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 怎样来在这个时候 照顾妈妈 我没想到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 当你母亲年老的时候 母亲年老的时候 不要藐视她 真的 也许母亲年老了 身体衰弱了 牢骨了几十年 真的很累 不但是手累了 被也累 脚也酸了 这时候很容易被儿女说 这妈妈有什么用吗 藐视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孩子 他们还记得妈妈 没有藐视了 而对我来讲 我学的最大的功课 其实是学习祷告 我们为病人祷告 为弟兄姐妹祷告 都很容易 真的是最容易的事情 祷告 祷告难在什么地方呢 当我们说 我要为你祷告 我真的为他祷告吗 祷告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或者每天祷告 我们是很能想象的 有多少时候 我们想到弟兄姐妹说 我家里有困难 我的孩子有困难 我自己有困难 找工作有困难 能够常常记住 会上祷告 有多少 但是 祷告很容易 最难的是什么呢 祷告没有听到 神回应的时候 怎么办 你祷告了 日夜祷告 但是神好像没有声音 没有回答你 好像神 完全不听你的话 或者 完全不理你 怎么办 神不听吗 神必然要听的 既然听了 为什么不回答呢 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理由来 时候会到了 你求的不对了 但是 我们心里知道说 我们所求是 真心向神求的了 为什么神你还不答应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看到 你的医治在我们身上 什么时候我的问题 才能够解决呢 我们圣经里面看到 很多圣人的祷告 神啊 你什么时候回答我呢 别人对我们的耻笑 说你的神在哪里 是真的 也许我们没有听到 但是 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甚至体会到 哪种痛苦 就是一个人在祷告当中 没有听到回应的时候 好像神就说不 但是神又不说不 他就在那边 让我们等 在这样子恒久 祷告的当中 我自己学到的是 我一无所有 圣经说 我们要觉得 我们自己 是一无所有 I'm nothing 我一无所有 什么东西都不是 我连祷告 神都不听 那我还能做什么 但是 我就看到了 神真的是听的 神只是在磨练我 在操练我们每个人 在祷告当中 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到 而且我相信 这个祷告的功课 是越来越难 我们要遇到 你的难处 是越来越困难的 越需要长的时间 祷告 而且看到 那个拦阻越来越大 因为撒旦知道 你的弱点在哪里 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呢 不能够持久 我们都是急功近利的 我祷告 今天神就给我回答 或者两个月 三个月就给我回答 但是有时候 就不回答 完全不回答 甚至跟我们所求的 完全相反 怎么办 也在这当中 我慢慢学习到 我以前常常跟人家说 我们要同理心 同理心 不是同情心 同理心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 我能够体验到 我所亲爱的 我最爱的妻子痛苦吧 我不能够 我没有办法去体会 她痛苦到什么程度 我常常听人家说 教会里面有个姐妹 她说几年前 她痛得在地上打滚 我说怎么痛到 那个程度 在地上打滚 打滚就不痛啊 同理心 非常困难 我们说得很容易 甚至我们可以去同情 同情 反倒是容易的 但是同理心 非常的困难 也许是在我们祷告当中 有常常操练 至少神叫我操练 我要感谢他 而最大的一点 也许是对我们将来很有帮助 对我们一家很有帮助的是 我们知道将来的日子是什么种 我们不再是健康的 这个病一辈子跟着我们 不会离开 我们只是要承担说神了 但愿我们所承担的 不是像保罗的那一根刺 保罗的那一根刺 从来没有离开他 但是他只疼过一次 从来不再讲了 他没有日月 说我抱怨这个事情 我祷告 没有三次 神说不讲 他就说好了 到处为止 你给我的 不是解决我的困难 而是胜过这些困难 不是这些困难没有了 而是困难在我身上 但是你给我的能力更大 那是最宝贵的 解决我的问题 只是给我的能力 跟这个问题完全一样 把它解决了 但是胜过呢 是胜过了撒旦 这是对我来讲 最好的功课 我们知道将来的日子 不单是求神带领我们走 而且呢 但我们知道说 前面的路子应该怎么走 我常想到 彼得信上的一句话 造主旨意 度你在世 余下的光阴 我们剩下来 很长的日子吧 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 但是 每一天 都是剩下的日子 都是剩下的 不是说 我还有多少 不是剩下的 就是那一点点 所以 我不是说 我们要分秒必争 但是 我们要知道 余下的光阴 就是要照神的旨意来做 所以 若是神给我机会 那我要尽量去做 不单是我尽量去做 我们父亲两个人 要尽量去做 重新来做 过去 我们一直在争执 究竟将来怎么办 但是这几个月 我们终于 同意地说 我们将来走那条路 感谢神 余下的光阴 怎么过去 好好的使用 不是说 我们很忙 不要用忙做借口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时候 能够叫我们说 我现在有空 没有的 每个时间 都是神为我们安排 即使是我们有空 休息了 也是神为我们安排 就像礼拜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没有时间 到礼拜堂去 我只能在家 可以吗 可以 但是我们想想看 我们跟神怎么说呢 神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是神 给我的余下的光阴 有多少余下的光阴呢 我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但是这是余下的 所以我就想到说 如果是神给我机会 继续能够利用这些时间 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要照着神的心理来做 下个月 五月 法神要开课 延伸制 讲单一理书 我要不要去听呢 我一定要去听 余下的光阴 我要尽量地使用 我不听也是过去了 我听了我就得着了 那是照神的旨意 神既然把这个机会 赏识在我们当中 我就要去听 按神的旨意去听 好好地把握每天 所以我很感谢各位 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今天能够 多来到神的殿中 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今天看到说 这个病给我的是什么 是一个新的开始 不是说过去的没有了 而是过去的让我们想到说 神的恩典何等的大 但是将来 神带领我们走的 也必然更大的恩典 赏识给我们 但我们不是想到说 过去怎么办 将来也会怎么办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崭新的道路 赏识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所探的 这段经文 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所讲的传福音 传什么福音 第一个就是讲到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进了 是一个新的开始 日期满了 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了 结束了 过去的年岁 对我们来讲结束 但是一个新的开始 正在我们前头 那这个新的时代 是什么意思 是说 时机成熟了 世界的发展 到耶稣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地方 神说 我要开始 好好地把福音 传领在世界每个地方 所以一个 时机成熟的时代 什么叫时机成熟呢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 人口有1亿 1亿人口 也许各位认识不多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罗马帝国才1亿人口 但是2000年前 土地变不大 我们觉得罗马帝国很大 欧亚非三州 但是 其实 罗马帝国的土地 就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而已 只是 地中海 是它的内海 所以觉得很大 神选定的时间 地点 表示说 要在 要把福音 好好的 从这个时候 开始传开了 很快的传开 要遍及全地 那这个时机 是什么样的一个时机 在罗马帝国当时 有几方面 是时机成熟的时候 第一个是政治上 罗马帝国 从 公元前30年 到公元后180年 210年的时间 是 罗马帝国的和平 很有名的 罗马帝国的和平 通过了210年 罗马帝国就逐渐的消亡 然而 耶稣开始出来传道 就是在这个中间 罗马帝国的兴盛和平 是 主前30年到主后 要180年 我们就想到 神就约定了这个时间 让耶稣 来到这地上 传讲福音 我们要想到 罗马帝国 为什么会衰亡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没有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 各个地方 各自独立 第二个是通货膨胀 我们想想看 没有政府通货膨胀 是不是跟今天美国很类似啊 政治上面 罗马帝国正兴盛的时候 和平的时候 神 差遣了耶稣 来到这地上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 因素 福音能够传遍的因素 是文化上的原因 希腊文 同行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欧亚非山州 都能够 从英国到两河流域 叙利亚的两河流域 这么大的一片土地 都要同样的一个语文 今天英文也是很类似的 每个地方 你都差不多可以用英文讲 也许我们中文还没有办法 但是英文可以的 今天神也是把这样的机会 赏识给我们 照样有这样一个 传遍的机会 第三个是交通 政治文化 然后第三个交通 罗马帝国的交通好不好呢 很好 罗马帝国为了军事上的原因 新造公路 所以我们今天才知道 有那么一句话 瞧瞧道路通罗马 每一条道路都通到罗马去 罗马帝国所有的地方 都能够通到罗马去 今天的交通 是不是给我们也是一个很传福音的机会 不但是我们人去 我们用我们的手机 用我们的电脑都可以去 交通 信息的传达 非常的方便 这是传福音 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第四个是信仰 犹太教 经过了四百年 神没有拆遣任一个先知 来到这地上 百姓都指望 基督来 百姓 犹太人 都指望着基督再来 所以很自然的 就能够看到 耶稣 当他讲 神的国进了 什么意思呢 基督来了 第五个原因 是人的思想上的原因 因为人总是会思想 我怎样在这世上 过我的日子 那是人生观 那是价值观 那是世界观的问题 而在这个时候 最强有力的一个哲学思想 就是希腊哲学 对人来讲 经过了几百年 成为空洞的一个理论 人从希腊哲学 再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耶稣来了 告诉人 神的国进了 然后 怎么办呢 有什么能够代替 这些哲学呢 这些信仰呢 福音 福音一旦传开的话 有什么结果 我们想到 神当初叫以赛亚 去传讲神的话 以赛亚问 我去传 有谁会听呢 神说不会听 神既然说 不听 人不听 那我去传 有什么用呢 但是 我们也知道 以赛亚 听到神的话说 神的话 一旦出去 绝不突然返回 那是以赛亚 55章11节 以赛亚在开始 传福音的时候 问神 我去传 有人听吗 神说不会听 但是 当以赛亚传了 神的话 到了以赛亚 55章11节的时候 神说 我的话一旦出去 不会突然返回 神所喜悦的事 必然成就 神希望 神喜悦 福音传开 一定要成就 我们今天觉得人少吗 也许就像以赛亚 当初去传福一样 我去传 没有人听 但是我们出去传 神要做什么 我喜悦的事 必然成就 我们去传福音 也必然看到 有结果 必然的亨通 不用担心说 我们今天人少 福音一旦是传开了 有谁能够得到呢 马太福音 第11章12节说 对神的话 有热烈反应的 就必然得到神国 成为神的子民 凡事热烈反应的 他就必然得到福音 得到神的爱 他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 不是没有效果 而是 对有些人没有效果 但是 凡事对神的福音 对神的话 有热烈反应的 由你接受的 就马上成为神的子民 神的福音 一旦展开的话 我们要知道 在各个不同的机会 有的人听到神的福音 是在一个大的步道会里面 有的人传福音 有的人听到福音 也许就是在一个很小的机会里面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接受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去传福音 用这种方式传福音 把中信传给人 那就一个传福音的方式 也许我不会讲 但是我告诉他 你看看 看看 也许我们说 这个中信的福音 这个人讲道理 讲的不多 那讲 不是讲太多 那我就给你这一本吧 如果你信了耶稣 会怎么样 这个单章 短短的也可以啊 你就把单章传给他吧 我不太会讲 但是你会讲 请你看看 也许你说这个人讲英文吧 那我就给你一个英文的书吧 单章 都可以啊 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对这个人 我怎么知道他会相信呢 我不知道 但是 神说 现在就是得救的机会 现在就是得救的机会 我们就是要把握 今天 出去传 而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也要把握今天 我有机会去传 不但是我自己 把握机会 而且当我们出去传的时候 我们马上看到一件事情 我自己不够 怎么办呢 我要继续努力 我要继续学 我要把握今天的时间 看着 这是神给我的 在世余下的光明 所以这是 耶稣所传的第一件 第一点 他传福音的第一点 就是 时候到了 日期满足了 神的果尽了 第二点 就是 神怎么会让你知道 神的实际成熟了呢 实际成熟了 好像 神抓住这个机会 派遣耶稣来了 但是耶稣来 有谁知道呢 神怎么让人知道 实际成熟呢 第一件事情是 当父神 拆遣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用的方式是什么 是圣灵感应 圣灵感应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没有借助人的努力 没有借助人的任何事情 把耶稣降生在地上来 他只是把这个婴孩 一个新的创造 唯一的 在创造世界之后 唯一的第一次 唯一的一次创造 就是创造一个婴孩 放在玛利亚的身上 圣灵感应 圣灵的工作 耶稣降生 是借助圣灵的工作 当他生出来的时候 世上人知道吗 知道 牧羊人知道 东方的博士也知道 牧羊人是什么呢 最卑微的人 东方博士呢 是最高贵的人 最卑微的 最高贵的 都知道耶稣降生 而且呢 把他们传开了 传开了在乡村 也传开了在王宫里面 西里王知道吗 不是不知道 耶稣降生 是把这样的一个机会 告诉所有的人 不管说人在乡村 或者在王宫 都能够知道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 这些人 我们不知道 他究竟是哪一种 但是总是 神所要听到福音的人 我们就向他们传 因为耶稣 也要向他们宣告 他已经降生了 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 神还安排了一位先知 就是施洗约翰 做他的先锋 已经四百年 没有先知 来到这地上 没有先知 表示没有新的启示 约翰不仅是讲神的话 而且他是跟其他的先知 不一样的 先知是讲神的话 但是施洗约翰 他不是只讲神的话 而是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因为他大声喊的是什么呢 看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神的羔羊 看了除去世人罪孽的 什么意思呢 他宣告耶稣是弥赛亚 是基督 是救世主 他甚至情之迫切地 跟他的门徒讲 看了神的羔羊 你们要跟随的就是这一位 不是跟随我 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没有办法除去 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没有吃去你们的罪孽 你们要跟随他 所以他的门徒就离开他走了 我们有谁愿意跟谁说 你去跟那位老师学吧 那真是最好的老师 若是有一个老师告诉你说 我所有的已经都告诉你了 你去跟另外一位老师学 我告诉你哪一位 那是最好的 所以当耶稣传讲第一点的时候 日记满了 神的果尽了 他宣告实际已经成熟了 要传福音 第二点 他也把他自己来到世上 神的果尽了 告诉所有的人 要让所有人知道 耶稣传讲的 传福音的第二点 是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悔改是神给人的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的机会 第一次的机会是在伊甸园 没有机会 又丢失了 第二次机会 对犹太人来讲 悔改 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觉得说 人 有谁能够没有过错呢 中华民主都这么交 人都有过错 只是不肯悔改而已 但是犹太人 要悔改的是一件 很特别的事情 他们认为说 我们守律法 我们献祭是悔改 但是 但是 我们得天独厚 我们是神的选民 将来稳定上天堂 所以我们要悔改 但是我们一定上天堂 甚至 犹太人相信 我们若是一不小心 走错了路 死了以后走错路了 走到地狱里面去了 怎么办 犹太人有好方法 他们想出一套方法说 我们若是走错路 走到地狱里面去 谁是看守地狱的大门呢 我们常常传说的 别人有个故事啊 说天堂的大门谁在管呢 谁在管呢 彼得 是吧 我们在这儿说彼得管了 因为 耶稣说了 我把神国的钥匙给你嘛 天国的钥匙好像就是彼得管的 他管大门了 那地狱的大门呢 谁管呢 圣经没有讲 犹太人讲了 谁管呢 亚伯拉罕管 哎呀 他们说亚伯拉罕这位我们的老祖先呢 太好了 他会看守这个大门 他是一个超凡的圣人了 已经为后代的子孙了 储备了有余的 耶德 耶德 就像佛教所讲的 耶德 亚伯拉罕呢 储备了很多的耶德 他做了很多的好事啊 神特别喜欢他 所以呢 他储备了很多 不是他为他自己而已啊 他为后代的子孙 都已经储备了 每一个犹太民的人呢 若是走错门到地狱呢 亚伯拉罕说 不用不用 你不用担心 你就拿这个耶德回去 我回到天堂去了 好奇妙的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讲 圣经说什么呢 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先审判谁呢 审判犹太人 而且告诉我们 审判不是贫作 亚伯拉罕的耶德 不是 不是那耶德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得主脱去 你们祖宗所流传 虚妄的行为 就是我们应该 回改的事情啊 不是凭着能坏的 精灵等物 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凭着基督的宝血 不是凭着亚伯拉罕的 耶德 所以我们看看 圣经上的话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 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个财主 有个乞丐 拉撒路 那个财主 死了又到阴间里面受苦 他怎么称呼亚伯拉罕呢 我主亚伯拉罕 他自己说 我是你的子孙 赶快把你的耶德 给我一些吧 亚伯拉罕说 不行没有用 我们离得太远了 我们中间一道墙 要隔在那个地方啊 所以 人第一次 在 在伊甸园 失去的机会 得救的机会 第二次呢 是 悔改的机会 是每个人单独 要做决定 要悔改 才能够得到 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怎么 表达我们的悔改呢 实习约翰 比耶稣 大概是早半年出生 所以 很可能 他早半年 出来传道 也有可能 比较早 因为他是 祭司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祭司 祭司的儿子呢 有时候开始练习 做祭司 可以提早一点 三年到五年 可以提早出来 服事 那我们不知道 施约翰 什么时候开始 出来传道 至少应当是半年以前 就出来传道了 他是个祭司 他的服事 应该是在圣殿 但是他不是在圣殿 他是在旷野 他在旷野 祭司 是要献祭的 但是 实习约翰呢 是在传道 叫人 悔改 受洗 是在传 悔改的道 叫人 受洗 受洗是什么意思呢 得洁净 而且 实习约翰说 你们要洁出的果子 与悔改的心 相称 你们受洗呢 而不是只有受洗啊 我们今天受洗呢 我们要自己问啊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所做的行为 有没有跟悔改的心相称 什么意思叫做悔改的心相称呢 我悔改了 我受洗了 我有什么行为吗 我应该有什么行为 在 差不多将近一百年前的 1929年 每年的 元旦 1月1号 在加州 都有一场比赛 Roseball 玫瑰杯的比赛 那一年的比赛 1929年 是 加州大学 洛杉矶 校区的校队 跟乔治亚州的 理工学院 乔治亚州理工学院 这两个在对抗 要争取 玫瑰杯 在加州大学的 这一位 这一位队员 叫做 Roy Richel Roy Richel 他在 第一场的时候 上半场了 他就拦住了 一个球 他接到 拦接了对方的球 他就 抱着球 赶快跑 他跑得很快 跑了65马 就快到了 这个最后一条线 他看到有个队友 一直往他冲过来 也不是在保护他 而是把他吹倒了 为什么呢 他跑错了方向 让乔治亚州 乔治亚理工学院 得分 上半场结束 Roy Richel 他自己 抱着 坦着 别的队员 都跟着教练走 因为 在这半场 休息的时间 教练 要面受 急疑 告诉 这位下什么 下半场 怎么打 但是 这一段休息时间 教练都没有开口 只看到 Richel 他 坐在墙角上面 肩上 是他的 毛巾 抱着头 在那边痛哭 哭得像一个小孩子 等到 报时员 来跟他讲 还有三分钟 就要上场了 谁上场了 教练说 大家上半场 继续上去 作为队员 一个月就上去了 只有瑞姐 还在那地方坐 他步上去 教练就 过来跟他说 上去 上半场的队员 继续下半场 继续打 瑞姐 他 抬起头来 满脸是 泪痕的 就跟教练讲了 我一辈子 没有办法 挽回 今天的失败 我把你搞砸了 把学校也搞砸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补救这一回事情 教练怎么说 我们才打半场而已 还有下半场 所以 就上去了 他打得怎么样 他的队友 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对方的队员 就是乔治亚州 理工学院的队员 都说了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 一个球员 这么打的 因为 他的打 完全不一样 从来没有人这么打 锐不可当 这样子的混流 我们悔改的时候 是说 我们把过去的 打掉吗 不是 我们完全相反的 照着神的旨意来做 所以 当他说 要结出 要结出 悔改的果子 是什么意思 你们 悔改 你们受洗的 就要结出 悔改的果子来 要跟悔改的心相称 就是说 我们要结果子 用水 施洗 是 施洗一样的事情 但是他说 在我后面来的一位 要用圣灵 与火 给你们施洗 圣灵 与火 给你们施洗 火是将来的审判 圣灵呢 圣灵是今天 我们要结出 果子来 只有圣灵 能结出 果子来 圣灵 能结出 什么果子呢 忍耐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非常丰富的果子来 唯有圣灵 才能够结出 这样的果子 所以 施洗约翰 他说 你们受洗了 要结出 与悔改的心相称 是不可能的 约翰讲的事情 是没有人能够 做得到的 但是 他为什么要讲呢 他不是 强人 要人做一件 不可能的事情吗 没有错 约翰说的 你们受洗了 就要结出 悔改的果子来 不可能 但是 施洗约翰不是说 你们能够结出来 而是说 你们若是相信 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 你们就可以结出 果子来 因为 他的工作 不是为他自己的工作 不是说 我为你们施洗 你们能够结出 果子来 不可能 但是 我是为 后面的那一位 开路的 你们就跟从他 他是 你们的帮助 唯有他能够 叫你们 结出 悔改的果子来 所以 施洗约翰 从头到尾 从来没有为自己 做什么 所以你们要做 跟随我 做什么 他总是为 耶稣开路 你们跟从他 认罪 悔改了 我们就能够 不再换罪吗 受洗了 就不再换罪吗 没有错 我们在圣灵里面 可以得到重生 很简单的 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耶稣的身上 他的门徒两个 一个犹大 一个彼得 犹大 出卖耶稣 彼得否认耶稣 三次 都是罪该万事 一次就该死了 结果他三次 但是 耶稣回头 向他一看 他就出气痛哭了 他三次 对耶稣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 我们能够跟神说 跟主耶稣说 主啊 你知道我爱你吗 我们敢这么说吗 耶稣怎么回答他 你跟从我吧 你爱我的话 你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跟从我 我们今天爱耶稣吗 我们今天跟从耶稣吗 跟到什么地步呢 彼得就从此 跟从了耶稣 以耶稣为主宰 什么意思吗 以耶稣为我的主宰 我的跟从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圣经上所说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不是我活着 所以他是我的主宰 他是我的主宰 我走的路 就是他的路 我就是跟从他 这是耶稣所传的第二点 第一点是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第二点呢 是要悔改 第三点是什么呢 信福音 这是他传道的第三点 当耶稣说 你们要信福音 人们知道 要信什么东西吗 耶稣的听众 有谁知道说 你在讲什么东西吗 你叫我信福音 福音是什么呢 还没有福音书 福音书还没出来 没有人写 但是当我们今天 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读到的是什么 福音书所记载的 就是耶稣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要信福音 你们要信福音 就是说 你们要信耶稣 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要信耶稣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们信福音 信什么呢 信耶稣 耶稣就是福音 因为福音书所记载的 就是耶稣的话 耶稣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叫人 当我们传福音 叫人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向人家说 耶稣就是福音 你们要信耶稣 信福音是什么 要跟踪它 问题是 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 人家会怎么想 我会不会信错 尤其是 在多年的 从中国出来的 弟兄姐妹当中 常常有这个问题 我会不会信错 因为曾经我信错 现在你告诉我 一个新的道理 你信耶稣 我会不会信错 以前我也信一个人 但是我好像信错 我们就要想到 福音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耶稣 他叫人悔改 他也有权柄 有主权来赦罪 他不是只有 叫人悔改 而且他自己 就能够有主权 赦免我们的罪 给人的平安 所以他说 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不要怕 因为 在我里面 你们有平安 他能够给人平安 所以我们才会 喜欢跟随他 我们的人生 就不再是一样的 这个福音 不动摇 世界的东西 都会动摇 但是耶稣不会动摇 因为他是高坐在天上 他不是靠着地球的 任何一件事情 他不是靠着宇宙的 任何一件事情 站在那个地方 坐在那里 他是高坐在天上的宝座 他不会震动 而且他不会改变 永远都是一样 在自然界里面 有哪个东西 是完全一样的呢 天体的运转 每年都是一样吗 我不知道 但是在这地上 我们常常说 有一件事情是 All Facebook 各位听过吧 在什么地方 房石公园 对啊 房石公园 有一个喷犬 竟然叫做 老可靠 为什么老可靠呢 他不是一直在喷 不是 喷多久呢 我没有见过 不过我听说 差不多一个钟头就喷一次 一个钟头喷一次 所以有人就拿着手表去按 是不是一个钟头喷一次 结果也不是很准 人认为说不是很准 都已经是老可靠了 但是神说 他是永远不改变 耶稣是许在 今在永在的神 永远不改变 而且他是烈火 这是很可怕 耶稣要用火 给我们施洗 他是很可怕 可是这个火 是公义的火 是公义的火 在一个慈爱的 主耶稣手中 抱着他的门徒 抱着他子女 走过这条道路 我们怕 但是这位神 这位主 是爱我们的神 那我们信了福音以后 我们就看到 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就想到 耶稣曾经跟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 在井旁说了一番道理 他告诉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说了 人若喝我所试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试的水 要在他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这个妇人来打水 耶稣说 我给你一些水 你以后就不用 再来打了 太好了 你每次 要喝水的时候 要烧饭的时候 你就说水出来吧 就出来了 太好了 连自来水都不用开 耶稣所讲的 这个永远不可的水 只涌到永生的水是什么 是圣灵 是圣灵 就是耶稣的灵 要放在我们的里面 带来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救恩 是永远的生命 那这个永生 永生 圣灵带来的永生 是什么意思 但我们讲永生 我们都听过好几次了吧 什么叫永生 你们基督徒常常叫永生 纽约有个兵力馆叫永生 那是什么意思呢 永生 耶稣有个定义 耶稣告诉我们的 什么叫永生 是在约翰福音三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了 认识你所 认识父 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永生就是我们认识父神 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 问题又来了 认识神是什么意思 那本书 认识神 很不容易读啊 已经几十年了 大家还在读啊 认识耶稣呢 也很多人在读啊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 认识神 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不是 说去知道 不是去读那本书 而是说 我们跟这位父神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有关系啊 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请问 你跟你的妻子有关系吗 你跟你的丈夫有关系吗 你跟你的儿女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每次你填表 他就问你说 什么关系啊 你就说配偶 或者是儿女 那是关系吗 不是 关系是说 同在 我跟他一住在一起 那才是关系啊 所以你若是要申请 要靠着这个 这个 家族关系申请移民的时候 他移民就要派人来看看说 这个人是不是住在家里啊 有一次有一个人 他用我的地址 去申请移民啊 一大扫 移民官来 敲门说 这个人是不是住在你家里 我说 他的义务过在我家里 我没有说 他是不是住在我家里啊 但是我知道 他的义务过在我家里 认识神 是跟他有关系 而且呢 与他同住 好像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 三百年就断了吗 不是 三百年意犹未尽了 继续走 走到天堂去 这就是 以诺与主同行三百年 就进了天堂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与神同行是这样的喜乐 我们就满足了 不再有什么别的求求 而且 这样的福音 这样的活水啊 不但是我们自己享受 不但是我们的家人享受 我们可以与人分享 你分的再多呢 都不会减少 都不会减少 你分的越来越多 好像五饼而已 五个饼两条鱼 怎么能够叫五千男人吃饱啊 因为越来越多 这我不晓得 也许念生物的可以告诉我们 分裂是怎么分裂的 就是也许这个样子啊 福音是可以与人分享 而且不会减少 像五饼而已的神迹一样 我们自己享受 而且呢 蛮有喜乐 传福音是有喜乐的事情 当你看到一个人 听你的传讲之后 他说我愿意相信 你的喜乐 胜过一切 你说今天我满足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目的 他每个每一天 他就一定要出去传福音 像一个陌生人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 他在芝加哥 开部导大会 部导大会讲完了 他说好 我明天再说 你们回家想一想看 明天大家再来 没想到那一天 芝加哥大火 烧死了很多的听众 他从此下那些决心 我每一天要出去 到街上找人传福音 因为那种喜乐 才能够叫我今天 可以向神说 神啊 我没有你的喜乐 因为我做到了 你要我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传福音 2000年来 神的神迹继续不断 就是传福音 有人相信 我们都是在这个神迹当中的结果 但愿我们继续去传 我们自己也得到这个喜乐 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希望上帝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 能够看到 主耶稣当日所传的 非常简单 几句话 可以说是一个 世界上最短的一篇讲道 但是传流最久 2000年了 我们还是继续不断传讲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要悔改 信福音 但愿我们常常记住 就把这样的话 告诉更多的人 找更多的人得到喜乐 我们自己也能够与主同行 感谢主 感谢奉主的名 阿们 感谢主